好嘞,现在就会带带来 海中漫画1982话 大半夜来的情报内容 本话不要提,让我们去争夺吧 进入正文 首先是一则新闻报道 海军T股由于十字工会的悬赏金 而被某个士兵所杀 T股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海军 十字工会的悬赏 竟然让这名优秀的海军被杀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接下来是有关八戒和红发年轻时的闪徽 闪徽记录了八戒当时没有加入红发的原因 因为他本以为红发要继承罗杰的梦想追逐大秘宝 但是红发当时并没有这么打算 因此八戒失望地拒绝了红发 但他在当时并没有告诉红发这个真正的原因 回到现在 已经成为四皇的八戒 正是要继承他罗杰传者的梦想追逐大秘宝 这一话将是属于八戒的一话 因为他的阴眼和老沙 这两名强大部下的淫威之下 依然决定 并向所有的海军团成员宣布 十字工会要争夺大秘宝 接下来是重磅 也是我们最关心的内容 萨波终于还是没有事 原来在当时一亩的袭击之中 萨波坐上了一艘船 正好躲过了攻击 好 情报暂时就这么多 我们就继续期待接下来的精彩漫画内容